随着时代进步 姐弟恋已经不再是经济的话题 高渊文及赵又廷 夏尔萱和柯胜东等情侣都大方示爱 而大部分的艺人也对姐弟恋送上祝福 向来给人沉稳形象的温生豪谈到此话题 也以理智心态看待 任何的声音任何的形式 我们都予以接受跟尊重 所以我从来不会去说看好不看好 因为那是别人的事也不关我的事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爱情本身如果去预设的话 它就不是爱情 爱情本身是个化学变化 是反应 它的反应会到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 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 这就是爱情微妙的地方 另一位看好姐弟恋的艺人 则是JJ林俊杰 他的好友怀秋 正是姐弟恋的最佳例子 JJ为了力挺怀秋 自己也大方接受姐弟恋 我觉得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尤其在演艺圈 因为我觉得其实环境的关系 压力的关系 其实我觉得年龄已经不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了 反而是可能是社交圈跟工作环境 我觉得那个是比较大的一个需要去给每个艺人考验的吧 对啊 所以姐弟恋我觉得不会太记忆 我自己是不会记忆 年纪范围啊 不要到我十岁就好了 对啊 不过也有艺人持不同看法 陈青森尝试过姐弟恋的陈一如 只有现实面的考量 当我年纪慢慢的增长 我觉得会越来越难 因为我比较传统 我会考虑到女生要生育的问题 对那如果越来越大可能就比较高龄产 所以现在可能会变成兄妹恋 几位艺人对姐弟恋的看法都不尽相同 但俗话说 身高不是距离 年龄不是问题 只要爱对的人都值得接受祝福 上午视频娱乐台北报道